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13号,正月13,现在来到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来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 今天最高气温7度,最低温度0下2度,大家看华人朋友有多勤奋 一年365天都在摆摊了,现在来到乌街 今天是雨加雪,所以街上的行人和游客不是很多 今天是小雪,但咱们中国人常说,瑞雪照封年,风雪送春归 餐馆生意今天比较淡 我就边走边说了,正月13是中国的传统农历节日之一 故又称为灯头节 好,边走边说 民间在这一天呢,要在除灶下面点灯 所以又被称为点灶灯 这里卖的是文房四宝,笔墨纸 今天因为下雨加雪,来拍个视频,老板生意不好 我拍视频都被骂了,删到了,两次被赶出来 因为唐人街吧,做的生意主要是老外 咱们华人来拍视频,特别咱们大陆的,他们不是很喜欢 今天因为天气的原因,好像顾客少一点 这家卖的盆菜,4-6人138,10-12人288 好多老外在这里购物啊 中国的风俗呢,是从正月13开始上灯 正月18就正式落灯了 接着说,老板很热情,进去看一下 有13-14看灯神,15-16人看灯的说法 那明天还有说法就是呢,17-18就是鬼看灯了 那刚才说的那些风俗呢,都是起源于咱们中国的南宋时期 今天雨加雪,对商家的是不小的打击啊 这家欲望大饭店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所以在南宋时期呢,就有请欲放元宵 就是说,这13日起 相墨强盗,街边煮张灯的雲俗 卖的枇杷呀,卤水呀,白切鸡,葱油鸡 都是透明的厨房哈,很干净 啊,里面卖的北京鸭是45块9毛5美元一只 做的满满当当的 这里是德昌肉食公司 今天正月13呢,传说是阎王爷最讨厌的一天 有季三式吃五食的习俗 每日推荐,菜价还不错 过了今天的正月13呢 下一个节日就是元宵节了 大年 德昌超市他们家的东西是非常的新鲜 并且价格也很实惠 那接着说哈 在元宵节这天呢 民间就有烙花灯的习俗 因此呢,每年的正月13以后 人们都会在照灯下 试点为元宵节制作的彩灯 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点灶灯 碎肉一块六毛九一半 碎瘦肉两块九毛九一半 猪腰两块九毛九一半 新鲜猪肝一块九毛九一半 猪头肉五块六毛九一半 这是半成品 四肢排骨五块一毛九一半 四胶排骨五块一毛九一半 这些马好的鱼 是四块九毛九一半 四块四毛九一半 鸡翅五块六毛九一半 鸡肉滑三块六毛九一半 这些快餐四餐一汤 是七块两毛五 这是送外卖的 骑的电瓶车 这门口都写着 不准拍照 不准拍视频 俗话说啊 不出正月啊 都是年 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呢 几乎每天都有一些传统的民俗 大家冒着风雪 在餐馆外面等座位啊 那今天正月十三呢 也有季会的三件事 那么今天呢 是季婚娶 冻土和搬迁 这是唐人街的百年雪糕行 两个美女 正在门外扫一圈 刚才街理发的价格 全纽约最便宜 那吃五十是吃哪五十呢 就是吃汤圆 吃圣虫 吃豆腐 吃八把 然后呢 吃季菜 哇 刚才说的那个季菜呢 它也叫暴春菜 不知道大家今天吃了没有 这家是上海老振兴酒家 不知道是不是上海分店啊 隔着玻璃拍一下 隔着玻璃扫一下 这是一家卖筷子的商店 但是他们主要顾客呢 就是卖给老外 好精美的筷子 可以作为送礼的礼品 还有扇子和发毡 很漂亮 很多外族裔的顾客 我个人在纽约吧 比较喜欢去 华人社区法拉圣 还有第八大道 小福州那边拍视频 福建乡亲啊 还有我们大陆的老板 都能特别特别的好 红苹果礼品店 这俗话说啊 十三十四川汤圆 这月十三这天 南方呢 就有很多地方 是有吃汤圆的习俗 餐馆生意很秋啊 不管呢 是吃汤圆 还是吃丸子汤 寓意都大致相同 与团团圆圆圆圆满满 和家欢乐 到老之后 金星慈名指包蛋糕看一下 很多外族裔的朋友 来这里光顾 按传统这一天呢 正月时尚哈 大家都在家里待着 不外出 也不走亲戚哈 红油花卷 大白面的馒头 日日出炉 天天新鲜 哇 这家花店好漂亮啊 在中国一些南部的山区 有些长者说呀 正月时尚是一年当中最大 最狠 最独的 最不吉祥的禁忌日 现在到了唐人街的 哥伦布公园了 今天这里的长者 都没有来上班哈 平时很多老年人 在这里打牌唱歌的 哇 今天公园还有人呢 小雪人 因为这位黑人小哥 口袋里有一只双截棍 还戴的是我们清朝的这个帽子 这真是大雪压轻松 轻松勤且直啊 药枝松高节 带到雪化石 今天公园里是 银庄树果呀 好几个美女 哇 这个美女 接着说 因为正月十三这天呢 有很多的禁忌 又不能婚伤嫁娶 刚才说了 又不能动土啊 又不能走亲戚 所以很多人就 在家里乖乖的躲着 在咱们国内啊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都还讲究这些风俗的 所以难怪啊 今天唐人街都少了人气 很多外族裔的朋友 这是唐人街的贵夫人 时装店 主要经营是旗袍 和一些民族服装 隔着仓库 偷偷扫一下 平时这条街是人满为患的 今天都看不到几个人脑袋 大家看 接着话题聊哈 所以在咱们国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很多南部的山区啊 在正月十三这天都不上山 或者下地干活 总是担心出门干活呀 遇到不测 唐人街的喜运来大酒家 看一下新开张的 好热了 这里的菜做的不错 今天因为天气原因 不是很多顾客 紧张饭店 今天门前也是冷冷清清啊 感觉大家今天好像约好了一样啊 都不出门 都在家里蹲 所以老祖宗的习俗也说啊 正月十三也很少有人出门办事 总是担心哈 遇到不测 香港上海礼发 今天聊了这么多 正月十三的习俗 总的来说就是 传统千万别忘记哈 日子呢才能过得顺顺当当的 南华茶室 今天摆在户外的桌椅也收起来了 其实在咱们中国的农历民俗当中呀 一年是有13个季日的 大家感兴趣的呢 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查看一看 这里是炭花楼 旁边是美国邮局 这里是南州拉面 很多顾客 汤仁街窜外窜餐馆门口的户外用餐区都拆掉了 汤仁街的美国银行 又到我最喜欢的美食楼 来吃个午饭就准备撤离了 也有一些外主义的顾客 他们家的东西特别好吃 一个凤爪还有一个皮蛋收入周差9块钱 并且他们家的服务态度特别的好 这家卖日本寿司的就有几个外主义的顾客 大家看这个皮蛋收入周 好多肉呀 今天下雪 很多老人家都来这里 公园都没有人了今天 我现在吧 只要来唐仁街拍视频的话 中午饭就在这个乌街的美食层把它解决了 这里价廉不美 并且呢 还有厕所可以免费上 东西又便宜 十块钱之内就可以整饱了 并且这里吧 一大早呢 是公公婆婆比较多 都是咱们自己人 福建的呀 广东的 这里的服务人员呢 他也特别的好 吃起来比较自在 这个皮蛋收入周好多肉 大家看 同共差9块钱 又不用给小费 主要这里还是味道好 你要味道不好 你相应也没得用 是不是 等一圈圈 目差9块钱 你干什么 我下年 不费